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我是造飞机的马卡耶夫 这上班胆胸给我胆呢 蛋都碎了 航空包裹不容易啊 上回书说到改革开放后 咱们国内的民航工业规划了三步走路线 最终目标是实现自主研制大飞机 来提问一下 第一步是啥 想不起来的赶紧回去看前面视频啊 第一步就是搞组装 结果拿麦道巴尔练练手 积累点经验也没赔钱 哎还不赖 那么第二步和第三步呢 第二步是在国外找个伙计 合伙弄个中等大小的飞机 第三步那就是自己搞了 而且搞个大的 今天咱们就讲讲后面这两步走的到底怎么样 先剧透一下吧 根本就没走到第三步 到第二步呼呼悠悠就瘸了 第二步与别人合作搞飞机 找过波音 找过空客 也找过麦道 结果那叫一个惨啊 花了时间赔了钱 基本啥也没干成 第二步的典型项目有三个 MPC75 麦道90和AE100 咱们挨个说啊 MPC75这个项目 你知道吗 知道的扣个1 不知道的扣个2 我相信啊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1985年 中国与联邦德国 也就是西德 一个叫MBB的公司 签署的一个支线飞机项目 看名字就知道75座 在当时这个飞机相当现金啊 重量轻又熟悉 但是中国的民航工业发展 一直都存在三大争议 第一 干线支线之争 第二 东西之争 这个东西不是别的 就是西安和上海 第三 自主研发和国外合作之争 这里只说干线支线之争啊 搞干线还是支线 中国一直都有争议 改革开发后 国内的主流政策 是弄支线飞机 造出来先自己用着 飞国内 不卖出去 像1984年首飞 1986年投入运营的运期 就是当时典型的成果 这个飞机 差不多能坐50个人 是第一款国产客机 结束了中国民航 全部使用国外飞机的历史 但是啊 1986年 航空界的四位大佬 北航校长沈元 西工纳校长 纪文美 另外还有南航副校长 航空工业部 飞机局局长 给最上面写了个信 这个最上面 诶 懂得都懂 信的题目是 千方百计 尽早提供和使用 国产干线飞机 这个信很有分量 最后经过一番争论 上面确定 要发展干线客机 但是当时国家穷啊 干线支线一块搞 没这么多钱 于是支线客机 MPC75就要让路了 但是毕竟 签了国际合同 不能开国际玩笑啊 不好立马撤 于是走完了 飞机的预发展阶段 我理解就是预言阶段 这个项目 让中国头一回 坚持到市场经济下 应该怎么研制飞机 系统学习了 西方怎么造客机 也确实培养了 一大批人才啊 这些人 好多都是 之后一线的骨干 包括C919的 总设计师吴光辉 而且从这个项目 学到的经验 也用到了之后 运气改型 以及新周六龄飞机上 说完MPC75 再说说MED90 前面说了 1986年 中国决定搞 干线飞机 但是怎么搞呢 盲目追求国家化 说不定就是 第二个运时 造出来飞机不行 卖不掉 而且自行设计 也没这么多钱 分析之后啊 认为 咱们缺的是技术和资金 优势是有个大市场啊 而且 国内劳务费用低 1986年12月 决定发展干线客机 要以市场为筹码 用市场换技术 1992年 经过谈判 又与麦道合作了 因为毕竟上次合作还可以 没有坑我们 这次是和麦道合作生产 40架麦道90飞机 麦道90这个飞机 能载150个人 还算比较大了 这次合作 和组装麦道82可不一样了 这次 中国向麦道 购买部件 零件和原材料 麦道 培训中国的人员 飞机的制造和装配 都是中国干 总工作量 占全机制造的70% 比麦道82的10% 属实提高了不少 而且除了制造和组装 还有个事 就是中国负责 将麦道90的飞机 起了架 从两轮改成四轮 麦道进行协助 这 我天 这不就是咱们 一直想要的飞机设计工作吗 虽然不多 蚊子腿也是肉 但是到1993年 民航局说 现在咱们机场建的 比起来好了 两个轮也能承受 没必要改四轮 最后 仅有的研制过程 也被砍掉了 乌漏偏锋 连夜雨 当时在国内造的麦道90 由于片面追求国产化 造出来的飞机 比直接买国外的都贵 为了少赔点 1994年 决定就造20架 另外20架不造了 直接买 这还不算完 人倒霉了 喝凉水都塞牙 1997年 波音收购麦道 收购之后 不许说 麦道90老子不造了 那中国这个也得跟着停 最后麦道90 就造出来两架 就问你惨不惨 赔了很多钱 说裤衩子都没了 一点不夸张 你体会一下这种绝望的心情 这期一就讲完了 麦道90可以说 是最坑那个项目了 被老外都坑到姥姥家了 后面再聊聊 另外一个事 叫AE100 这个事是中日韩三国 第一次合伙造飞机 相当有意思 也相当惨 最后那个啥 老强 看完别忘了点个赞 来个一键散链 你要没关注 再点个关注 我保证不搓你 我是造飞机的马卡爷夫 拜拜 拜拜